今天我訪問嘉賓一定是很多人心目中最愛的香港女歌手 去年我們聽到很棒的歌 接下來紅館會見到你了 是啊,很開心可以在紅館再次開一個歌唱 我們的show叫Between Us 希望到時會見到大家 為什麼叫Between Us 其實我們選Between Us做我們這次紅館這個show的名字 我是很喜歡很喜歡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layer的 meaning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 我很想製造一個我們一起分享秘密 我跟你說八卦的 我跟你談心事的一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 首先我們過去這幾年都很難有實體show 我自己都很久沒試過有一個個人的實體show 之前有的都是網上的online show比較多 或者是跟其他party去合作 所以我很想跟我的現場觀眾的感覺好像距離近一點 比起以上的 對,再加上我覺得 另外一個layer就是因為我自己的歌 在以往,尤其是我最初出道的時候 大部份的歌都是比較抒情一點 可能是比較悲傷的 然後去到近這幾年就多了另外一個極端的歌 就是一些比較強勢霸氣的 很自信的一些歌 但是是很極端的 那我就很想探索中間 這兩個極端中間的自己 所以這個us也是我自己跟我自己的中間 原來可以在不同角度去看between 當然啦 很多東西看 但是我知道這次是第二次紅館show 跟上次比較 你這次的心情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這次我有信心很多 始終18年是我第一次開我的紅館過場 那次的show叫break a leg 因為我真的在臨海show之前跌斷了一隻腳 然後就令到我們準備的功夫 真的去到很穩才可以開始準備 因為我那時候要做手術 然後打石膏 然後又要真的餓床去休息 所以那次我覺得 無論在我身體的狀態上 或者我歌的那方面 我都覺得還不是最佳狀態 因為那時候我有一段時間 做了年度歌手幾年 就是一年只出了一首歌 根本不夠自己的歌 所以我覺得 18年的break a leg 演唱會 是唱了很多別人的歌 今次我就會選多了很多自己 library裡面的歌 放進去between us這個show 這兩年我們看到欣怡真的很努力 而且在音樂上真的突破 很多很好的成績 Thank you 歌、獎項 現在又可以第二節的紅館過場 過了這個紅館過場之後 我相信你的音樂路已經會更加闊 多謝你 其實你有什麼更遠大的目標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個人很怕悶 所以我很喜歡跟別人合作 然後看看拆出了什麼新的火花 其實在今年的4月3日 本身有另外一個show 就是跟Anson Lo一起開 但因為第五波疫情的關係 整個show已經退後了 現在就退到暑假後 香港歌手鄭欣怡 會不會想衝出世界 衝出當然衝啊 衝出當然衝啊 澳門都願意去啊 喂 我們大家都沒有旅行了很久了 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又可以工作 既娛樂 那不知多好 啊 我很想有機會可以world tour 其實 是不是啊 不要說world 就是亞洲巡迴都很開心 那欣怡 我相信你一定會全力以赴的 是不是 那這一刻 你會有什麼可以透露給我們 在這個show裡面 除了有一個很緊密的關係 有betweenness之外 我們會見到什麼不一樣的鄭欣怡 我覺得會非常之不一樣 嗯 因為 嗯 其實我入了行 暫行14年 嗯 其實有 有高有低 在我的事業上 那也有 除了我有機會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其他的討論 關於我 和未必直接 關乎到我的歌 和未必直接關乎到我的 我的 演戲 那但是通常 說到那些 topic 我都會是 我不回應了 多謝關心 那但是其實 某程度上 那些 topic 都 原來不經不覺地 在我的心裡 都會 可能有點癡 在那 但是我又覺得 說這些 topic 很難為情 或者很尷尬 或者不知怎樣開口 或者 不可以用半個小時 坐在那 和大家 可以真的說到 就是不要說 和大家說 有時候在家 我自己和自己 去承認 我都覺得很難為情 很尷尬 很欲酸 很 害羞 但是我發現 有一個缺口 可以讓我 說到這些 就是透過我的音樂 所以我 來這個show 我非常之 期待 可以透過我的音樂 去說更深入的 故事 去分享更多我的秘密 可以放在這個台上 和我的聽眾 和我的樂迷 和我的Joystick 去分享